好,那你覺得麥卡不好用? 好用嗎?那為什麼不會用? 對,為什麼不會用? 來,你用手指頭有沒有問題? 它其實很好用,你會不會用? 我有試過,但是用的不是很順 來,蔡醫師 我用過,還是有幾個小地方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瓶頸?為什麼? 沒常常用 因為老師沒有在 對,老師沒有講道理 來,我們各位同學放下手中工作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在教這些東西 我不建議各位去背它 但是要去熟悉它的技巧 技巧對不對 各位可不可以注意到 各位先把電腦蓋起來 先熟悉它的技巧 這一段很重要 先熟悉它的技巧 好不好 那我問各位 怎麼樣才能熟悉技巧 多做 多做 對 這就是我要 他講的就是我要的 我們是成語接龍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長者學習電腦的心路歷程 我已經把各位的 常常出現瓶頸的問題 我已經把它總結下來 如果你要技巧 你要技巧的話 請問技巧的媽媽是誰 又熟喔 熟 對 所以各位一定要背這個技巧 你就必須要 為什麼 因為他生他嘛 有沒有 熟人生巧 那熟就是什麼 熟練的意思 請問 你熟不熟練 你熟不熟練 不熟練 你說不熟練 不熟練 都沒有熟練嘛 我告訴你我也不熟練喔 因為我 用這才用兩年 而且我中間 像我下午還要教Windows 我還有很多 要去摸 可是為了上這課 我也必須要告訴各位 你必須要去熟練它 對不對 那 按照這個 我們就來想想看 如何才能熟練 如何才能熟練 練習 對對對 這個就是 各位很聰明喔 答案揭曉 你要練習 各位看懂這個心路地層嗎 你必須要 我們反對回去 你要熟習它 你才能掌握技巧 那怎麼熟習 你要練 還要習 所以我們這個群組叫做學習 有沒有 習是什麼 practice嘛 我有解釋過了 你要熟練 你要練習 那當然前提 你要去學會它 對不對 你才能夠 經過這樣子熟習它 才能夠掌握技巧 沒錯吧 可是喔 年輕人這一步就很快 年長就很慢 為什麼 我們怎麼 年長人怎麼樣去學習 多做啊 多做你就會了嗎 我不相信 多做你就會了嗎 多做你就會了嗎 你多做會有一個前提喔 技巧 技巧是最後 技巧是最後喔 我們現在反推回去 各位要看懂這個 蝸牛深血圖 我是倒推回去啊 這是有邏輯對深血啊 你必須要理解 你沒有理解 你沒辦法學會 沒辦法學會 你不會熟練 不會熟練 你不可能會有技巧 所以技巧是半調子 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你沒有理解為前提 你做不好 這是長者的通病啊 長者必須以理解為前提 年輕人不需要 各位你知道我教年輕人 只教各位輕鬆一百倍 我只要拿獎益給他 他就自己做了 做不會我再點一下就好了 可是他教各位 我必須要先教各位理解喔 年輕人不用嗎 你沒有理解 你不可能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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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去練熟 不可能練熟 你不能掌握技巧 有沒有make sense 來 蔡醫師 有沒有make sense 100% chance OK 謝謝 謝謝 那我就要接著考你喔 還沒有久講完 理解如何才能理解 理解會do the right thing 怎麼樣理解呢 你用logic 好 有沒有any procedure 好 要為難各位喔 你必須要先去知道 知道一些道理 知道一些道理 好 我最後謎題啊 你必須要先知道一些道理 好 你知道道理之後 你才能理解 才有這個前提去學習 才有時間去熟練 最後才能掌握指教 各位記住這個啊 我倒退回去啊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啊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啊 這就是老師在做的事情 老師在講道理給各位聽 如果你沒有難 你不懂這道理 你光看影片是不夠的 網路上有很多影片嘛 像roost也常常給各位看啊 他們都不會講這些道理喔 可是我會喔 可是 我在這邊講道理 希望各位理解它 然後你才能學習 學會 加上熟練 才能掌握技巧 這樣有沒有make sense 理解嗎 我們現在講道理 老師在做的就是這個工作 講道理 ok 為了要講道理 我就需要用很多教具 等一下我用那個教具 來給各位展示一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算你懂的這些 你還是不會 必須有兩個前提喔 所以各位要知道 我這邊有畫一個條件喔 你要經過這個步驟 你必須要有兩個T 2T's 哪兩個T 一個是你要投入時間 一個你要有一個 兩個T 兩個T 這是什麼意思 這有句成語啊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必先利其器 有沒有 所以這邊我有寫啊 一個是Pine 一個是Towards 這個過程 有兩個先學條件 必須投入時間 必須把你的武器 工具 要有 所以我為什麼說 同學如果去借來電腦 其實你會很可惜 因為你這段時間投入之後 後面 你可能又發現了別的 別的電腦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裡面 你要發很多 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發上時間 再加上你要有好的設備 請問設備包括什麼 我這邊有寫啊 包括你的Hardware 跟Sellware 請問Hardware Sellware是什麼 一體跟軟體嘛 那最簡單 你在這邊 你就必須要帶你的電腦 帶你的iPad 帶你的iPhone 這次如果你要學這個 要帶手錶 有沒有 這是Hardware 因為我們都是蘋果家族的嘛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你要有適當的軟體 我們現在就在學這個 好 如果你懂這個 心路歷程 你去體會一下 如果我講 都對你來跟我說 如果我講了 你身有同感 你必須要理解 對我們現在就在講道理 那希望各位理解我講的道理 這樣回去 你就可以觸類旁通 節省更多的時間 我再講一次喔 如果你跟年輕人一樣 這只是 悶頭苦幹喔 你會碰到很多瓶頸 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理解我前提 那Unfortunately 沒有人可以幫你理解 在洛杉磯大概只有我這個人 可以跟你講一些道理出來 等一下我就要用那個 我的教訓來跟你講一些道理 這個道理來幫助你理解 如果你沒有理解 你悶著頭苦幹 沙洲竹塔 水一來就會垮 這是長者的問題喔 所以各位理解嗎 如果你不以理解為前提 你後面都不是很紮實 可以嗎 可以喔 我希望各位了解這個 了解這個 那我們接下去 我就要來把講義給各位講一下 那我們呢 對我一下 各位看看 我們是不是講義 你其實講義很漂亮喔 有沒有 每一個動作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觸控板 每一個動作我都把它練在這邊 你回去有沒有按照這個練 但是你不理解 你只是要背 這不是我的用意喔 所以我今天想了半天 我還是要來教各位 怎麼去理解 這個手指頭 到底要怎麼做 先以理解為前提 你說一隻手指頭 兩隻手指頭 三隻手指頭 四隻手指頭 是要怎麼做 為什麼 這背後有什麼道理在 這樣了解嗎 這樣子你回去看這個 就很輕鬆了 為什麼 因為你懂道理了嘛 否則你埋頭骨幹 你是沒有辦法學會 因為你有時候會忘記 我希望各位能夠把握時間 來 這個先還 那我們未來 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們班長的iMac 那請問 我們上禮拜是不是有講到 每一個電腦都有 這個input device 跟output device 請問這一台input device 是什麼 這個嘛 這個嘛 對不對 還有這個嘛 但是我不建議 雖然這很漂亮 你看這背後都綠色了 我不建議各位先學這個 這個 用久會受傷 它真的很好 不是說不好 但是它不符合人體工學 因為它做得太漂亮 所以你手握上去 長時間會受傷 我不希望各位來學我這個 然後又加上長期的練習 你要受傷 不用 用這個不會受傷 而且輕輕鬆鬆 各位知道 這個蘋果的觸控板 它做得非常好 它上面是一層玻璃喔 你滑起來感覺非常舒服 你壓下去它會有反饋 它的力量會讓你手指頭 可以感覺的到 我不用 謝謝 好 各位 想像一下 我這邊也帶了一個Mac電腦 有沒有看到 我也要講道理 我做了一個Mac電腦 這個Mac電腦是什麼 我有一個形容詞 是神奇的Mac電腦 你解嗎 好 如果 我們 可以看到 它這邊 比如說我們把它螢幕縮小 視窗縮小 有沒有 視窗縮小 這個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是不是可以 稍微放大一點 一個手指頭 我們現在在講這個講義嗎 一個手指頭 我們在螢幕上 一個手指頭 常常做什麼 來各位講一下 一個手指頭 觸控板上 要做什麼 觸控板上 他的手指頭 觸控板上 一個手指頭 就是mouse point 有沒有 一個手指頭就去移動它 移動它在我的觸控板上 這個觸控板就把它想像這個螢幕 有沒有 移動它很輕鬆的一個手指頭 然後去select的時候我要去點它 比如說我要放到全螢幕把它點上去 縮小有沒有 這個要關掉就點它 select它 select這個開關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上禮拜講的 就是window控制按鈕 我是不是都用一個手指頭 沒錯啊 那如果要把它叫出來呢 我就只能用command tap 有沒有 或是我用滑鼠去 觸控板去點它它就出來了 這是一個手指頭 那有些時候我們上網的時候 用力長按一個手指頭的時候 它會對一個單字做翻譯 你會感覺到平常我會建議各位在 玩這個電腦的時候很輕鬆 你不要太用力輕輕鬆鬆 你看我 去移動它很輕鬆 但是在某些時候我要去 一個手指頭要去查單字的時候 網路上我就可以用力按它 你這個觸控板上面 它是按不下去的喔 可是它會有個反饋力量 它有個電路板在後面 它會有個震動讓你感覺到你按到 所以它做的很神奇喔 這是一個手指頭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個手指頭 兩個手指頭有沒有看到 兩個手指頭 兩個手指頭大部分在做什麼 來 做什麼 不用講什麼 上下右鍵 好各位可以看到 兩個手指頭第一個是右鍵 右鍵是在電腦上的名稱 滑鼠的右鍵 但是我不建議各位用滑鼠 而且 Mac的滑鼠是沒有右鍵 它只有一個按鍵 除非你另外設 所以我們的右鍵是用兩個手指頭 輕輕輕頂一下 好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 我點一下 在某個地方 它就會有什麼 Show card menu跑出來 所以這個是滑鼠的右鍵嘛 有沒有 右鍵 也就是說 我們使用右鍵的時候 然後在看照片 或是有時候看地圖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兩個手指頭去桌放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它上面這個 configurable menu 是不是有一個輸入文字的 我們上禮拜有講 這個東西在提問單有問嗎 我們到時候還是再講一次 就是按一下comment 我就可以移動它位置 有沒有 有沒有 移動它位置 有沒有 這上禮拜 我有請給你教大家嘛 我去切換成英文 有沒有 切換成英文 我都是用一隻手指頭嘛 去select它 沒錯吧 一個手指頭 好 那我們要去打字的時候 去點它這個地方 它就可以 哦 這裡面有不斷 嗯 它這網路有點不給力 好 沒關係 我們先 好 比如說我們就看 這個 我們把它放到最大 各位可以看到 我是不是可以用兩個手指頭去縮放 兩個手指頭 嗯 很輕鬆的去縮放 有沒有 嗯 有沒有 去旋轉 這兩個手指頭 是不是跟你看照片一樣 嗯 我必須要強調一次 這個Windows做不到的 除非你買很高檔的Windows 那買很高檔就跟Mac一樣貴 各位 所以我不建議你 又學Mac又學Windows 好 不要兩個混著用 你會搞混 好 你會搞混 比如說我現在要右鍵 我就直接點兩下 兩個手指頭 旋轉 入 右鍵 有沒有 我已經介紹好幾個了 好 我們把它放大 有沒有 然後上下捲動 如果當出現 那個旁邊有SCOBAR的時候 你就用兩個手指頭去推它 去捲動它 去捲動它 怎麼樣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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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很輕鬆 兩個手指頭 請問這兩個手指頭 在我的觸控板上 是要怎麼擺 這樣擺還是這樣擺 這樣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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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放 啊 平放 有沒有其他想法 都可以 都可以 沒錯 但是有個前提喔 仔細聽喔 你隨便怎麼 這樣子 這樣子 都可以 但是有個前提喔 你兩個手指頭要 同樣的 後面我會介紹三個手指頭 你也是要三個指 指幅喔 各位知道怎麼叫指幅 就是手指頭肉最多的地方 對 輕輕碰它 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樣四個手指頭 有沒有 同時間喔 同時間碰到它 我就可以去做 我該做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訣竅 這就是我跟各位要講道理 兩個手指頭 然後你去上下移動 然後 你可以在頁面之間滑轉 譬如說你看網站 你有好幾個 你可以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去切它 好 如果你要看那個通知中心 Notification 怎麼做 可不可以用講的 怎麼做 我講音上有寫喔 左右 手機上有通知中心嘛 請問你的iPhone是不是有通知中心 你的iPhone從上面輕輕往下拉 就是通知中心跑出來嘛 Notification Center 各位都忘了嗎 以前教過 那電腦有沒有通知中心 有嘛 它是從右邊 各位仔細看喔 用兩個手指頭 或是用三個手指頭 從這邊 有沒有 從邊緣的地方 輕輕 你看我都很輕鬆 很輕鬆 就讓禮拜我講 就像你摸你們家小貓一樣 握小鳥一樣 不要用力去抓啊 你的手會受傷啊 輕輕 這就是通知中心 要理解嗎 這兩個手指頭 好 然後還有其他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 那為了講這些動作 我做了一個蘋果電腦 來各位看這邊 我這個蘋果電腦 很類似他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蘋果電腦打開以後 它會有什麼 一開機會有什麼 打開會有什麼 畫面 畫面嘛對不對 什麼畫面 主語 各位要講專業主語 上面有menu 上面有menu嘛 還有咧 有三樣東西喔 仔細看喔 我打開我電腦 神奇的 麥 登登 三樣東西會跑出來喔 一個是上面有menu 中間叫data 桌面 對 叫桌面 叫data 你會看到你的布景 下面有什麼 道 各位 這個道就在這 看咧 是不是很神奇 所以你打開你的Mac 你就會看到這個 最上面有一個什麼 Apple menu 對 這個是Apple menu 那這邊咧 這就是menu bar menu 這一條都是menu bar嘛 你打開一個App 它這個menu就換了 Apple不會換 左邊的configurable menu 是不會換 但是這個app name 就會出現 比如說你打開Line 這邊就是Line 然後這邊就是Line的menu 這樣理解嗎 所以你有三樣東西 打開電腦的時候 你會有看到桌面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寫 這寫什麼 Destat Destat 有一個S 為什麼 因為你的蘋果電腦 可以不只一個桌面 這個 這個跟Window不一樣 Window只有一個桌面 你不可能變出第二個 就算兩個音樂也怎樣 可是Mac電腦很神奇 你可以好幾個桌面 等一下我會講 你在這個桌面 可以看到你的桌布嘛 各位都可以看到 它的桌布在這邊嘛 有沒有 它的桌布嘛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Duck嘛 有沒有 好 你可以開機以後 你可以看到桌布 你可以看到Duck Duck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 各位左邊是什麼 Finder 有沒有 是不是Finder 對 那個Finder一定會出現 對 那右邊呢 Lenshot Trash Can Trash Can旁邊呢 有一條線 有一條線 各位仔細看 所以它隔開這三個區域 所以這個Trash Can 各位都知道嘛 旁邊有一個Folder 或是有一些File 有沒有 你最近打開的 檔案都會在這邊 那剩下這些呢 常用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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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App都會在這邊 各位我畫了好幾個嘛 有不同顏色 有沒有看到 其實有時候 它不只是App 有時候會有一些工具 這些工具都是屬於MacOS 比如說像這個 它是一個工具嘛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是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一開始學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Duck都讓它出來 不要把它隱藏 也不要放到左邊右邊 因為你開始學 等到你學會一段時間 你再隨便玩 一開始你要 懂得這個 那我們第一天有講啊 請問它下面有什麼 大個下面有什麼 點點 我這邊有五個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我畫的 有五個對不對 它的有幾個 它的有幾個 五個 它的有五個 這點點點代表什麼 這一個五個 蛤 這個在講 四樁打開 它的地圖還在 在運行中 運行中 好 你沒有看到在這個跑出來 不代表它沒有在運行 也就是說 我可以看到它地圖在運行 有沒有 它的Line在運行 它的Google控在運行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Finder在運行 還有它開了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就是我們看到了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嘛 有沒有 這樣理解嗎 所以這台電腦如果開一堆東西 你隨時可以看到 Duck就會 好 好 那如果我用 那個四個手指頭 我就可以 叫出Lunchpad 有沒有 Lunchpad有沒有看到 D 借我一下 這 我有畫一個圖給各位看 有沒有 啟動台 有沒有Lunchpad Lunchpad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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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開什麼都出來了 如果你打開你的iPad 來 你把你的iPad打開 你打開你的iPad 借我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你打開你的iPad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可不可以用中文講 這是以同樣的環境啊 也就是說 你會用iPad 你就應該會用你的Mac 所有的App都在這嘛 那它的iPad 各位 各位底下是不是有三個點 各位仔細看啊 iPad 那我問一下 Ada 這個三個白點是什麼意思 它的控制它打開哪一個App的畫面 對 它有三個畫面 或是我們可以講 有三個page 那怎麼去切換 你要去點它嗎 對不對 點它對不對 或是你用手指滑一下嘛 請問它有幾個點 一個 兩個 怎麼一個 兩個 也就是說它有第二個畫面 對 那我就可以去滑它 或是去點它 欸 它真的只有一個畫面 對 有兩個點 對 有兩個點 有兩個點 它有兩個點 有沒有 真的有第二個點 有沒有 所以它有第二個畫面 謝謝 所以各位 你來學Mac 其實你要知道 它跟你的iPhone iPad是很類似喔 以前的Mac不是這樣子 自從iPhone iPad大賣以後 Mac它做得越來越像iPad Mac電腦做得像iPad一樣 聽懂我意思嗎 它就 遷就於iPad 所以你會用iPad 你就應該會用Mac 怎麼樣把這個 畫面叫出來 錯 怎麼叫出來 怎麼畫 請各位看一下 4 3-4 有沒有 這個叫做啟動台 lunch time 怎麼 再給你一次機會 怎麼做 就 練一下好了 練一下 我就是這個做不好 練一下嘛 就是你做不好才教 練一下 練 練練 用嘴巴去練 練出來 我一聽到練起來 好啦 啟動台 lunch pad 母子與三指靠攏 可顯示啟動台 總共有幾個指頭 4個 很簡單嘛 對總共有4個 所以母子與什麼 另外3個 母子與另外3個 所以小指用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這道理很簡單 你用母子 然後再練一次 是 噢 啟動台 lunch pad 母子與三指靠攏 可顯示啟動台 對我現在 可以看到我的 Duck上面有App 可是有些App我要叫出來怎麼辦 怎麼辦 我要 回到這個 像這種方面 這個叫做lunch pad 就是火箭發射台 有沒有 他把所有火箭都放到上面 嗯 在蘋果電腦也很簡單 就是用剛剛他練的 拇指跟三個小指頭 靠攏 另外三個要同時按 拇指可以不用同時按 各位可以看到 放下去以後 有沒有 嗯 各位可以看到 是不是很神奇 嗯 是不是很神奇 是不是很輕鬆 是不是很輕鬆 我們去點一下 所以老實說大拇指不要動 其實整個用的就是這三指了 我沒有說大拇指不動 有 我沒有說 你不要誤解我意思 我說同時靠攏 同時靠攏 難道中文怎麼解釋 用白話文 同時靠攏怎麼意思 就是 同時 所以大拇指要不要動 要 要嘛 這叫同時靠攏 我再講一次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嗎 我要把lunchpad叫出來 很簡單 我的三個手指頭 跟大拇指有沒有 這是符合人體工學 你要知道他的道理 他設計這些都是有道理的 你就三個手指頭 去碰到他 然後拇指 同時靠攏 同時是什麼意思 這三個是一組 這是一組嘛 是不是很輕鬆 有沒有 同時靠攏 我大拇指有沒有動 有 有嘛 那怎麼會沒有 同時靠攏 聽懂嗎 所以我 比如說我叫到這個時候 我比如說我可以看照片 我就點他 有沒有 你不一定要在這裏 你也可以從lunchpad 叫出來 有沒有 是不是很輕 比如說像mitchy 他回台灣 他不是要練鋼琴嗎 他如果帶一個macbook 他就可以用這個喔 你的keyboard就是你的琴鍵喔 如果你願意學我可以教你 Mac就是一台電腦 不是 鋼琴喔 你就有個app嘛 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你會用這些東西 比如說米語或網課 這米語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那我們就會來教各位 有興趣的 那當然現在各位一定要先學會這個 而且我現在跟你講道理 你要去做這個動作 要練習之前你先想一下 有什麼道理 為什麼要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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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都在講道理 所以你懂道理以後 就習以為常 進到你的潛意識 你就會熟練了 你就不用每次再去猜喔 當你今天熟悉我講這個程序之後 你花了一個多小時練 你跟以前練 埋頭骨幹的練是不一樣的喔 因為你懂道理喔 好 我們還是要回到我的教具 我的電腦打開之後 如果我要叫出一個視窗怎麼辦 就像這樣是不是有個視窗 有沒有 我要叫出一個視窗怎麼辦 那就是我去點底下的嘛 比如說我點某一個東西 它就會跑一個視窗出來 有沒有 請問這邊有沒有視窗 沒有嘛 這剛開機的時候沒有嘛 那我去點的時候 我的視窗就跑出來喔 各位看一下 這叫我的視窗 視窗在哪邊 在我的電腦螢幕上 佔一塊桌面的位置嘛 那如果我要開第二個視窗呢 如果它不是全螢幕的話 它沒有在哪邊 各位可以看到我這只是一部分螢幕嗎 那我是不是還有地方可以放第二個視窗 沒錯吧 是不是這樣子 沒錯 那我現在就把我第二個視窗打開 各位仔細看喔 第二個視窗要出來了 這是我第二個視窗 是不是都沒有放到最大 那視窗上面有什麼東西 那視窗上面有什麼東西 各位看一下 視窗上面有什麼東西 對 那因為我寫給你嘛 還有呢 這三個 三個顏色是什麼 一個是關閉 一個縮小 一個是縮小 一個是縮小 這叫做視窗控制鈕 你講漏漏等 視窗控制鈕 來控制視窗的 有沒有 你看 這個我們已經教過嘛 按下去什麼 它就把它收起來 它不是關掉喔 這個咧 也是一樣縮小 這個咧 放到全螢幕 放到全螢幕 本來是這邊有 它會放到全螢幕 它甚至它可以把這個擠過去喔 但是你滑鼠 移上來的時候 各位看喔 這就是 這是什麼 鼠標 光標 或是光標 或是 mouse point OK 這是 point 在我的電腦上 如果我看不到這個怎麼辦 我要找它位置怎麼辦 刷一下 快速 對 要快速 快速刷一刷它就變大囉 你看喔 它現在是很大嘛 比如說我不小心碰到一個人 那我看不到我滑鼠在哪怎麼辦 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這麼大一個 有沒有 那你就知道它在什麼位置嘛 Windows也沒有這個功能喔 這樣理解嗎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 我用幾個手指頭 就用一個嘛 因為我是要移動它 有沒有我剛剛講移動它嘛 那我是不是可以同時開好幾個視窗 對 好 比如說我再把line打開 有沒有 各位可以看到我是在移動它 對 請問我用幾個手指頭怎麼做 一個手指 兩個 錯 三隻 這就是你以前用的喔 你就沒有學或我上禮拜講的 dread and draw是用幾個手指頭 dread and draw 一個手指 對 這是以前喔 所以上個禮拜我特別講喔 所以各位沒有回去仔細聽懂 你就浪費了 我們三個手指頭不用用力按 如果你以前dread and draw 你要用力按嘛 記不記得 不管你用滑鼠 是不是要用力按 然後再移動滑鼠嘛 這樣很費力喔 如果你懂得我講的 各位看喔 我把這個 移到這上面來 有沒有 移到這個位置 然後 我用我三個手指頭 去dread and draw 什麼叫dread and draw 什麼叫dread and draw 蛤 什麼叫dread and draw 就 把我的鼠標 就是我三個手指頭 移動 帶動它 它就移動位置喔 我再做一次喔 各位仔細看喔 這兩個視窗 我要打開的時候 我要同時用 我不希望它被遮住 怎麼辦 怎麼辦 我要把它擺到我的桌面的某一個部位嘛 好 當然 前提是它不是全螢幕 全螢幕你就動不了 這上面是有個titlebar 但是你要仔細一點喔 你不能點到這個選擇的按鈕喔 你要在上面或是在左邊這邊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我是不是三個手指頭輕輕鬆鬆 移動到一個位置 然後這邊 譬如說我打開google com 你看我是一個手指頭移動它對不對 點它 是不是打開了 然後 我把它放到右邊螢幕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要放到右邊螢幕 因為我剛剛我已經把它自己移到左邊嘛 所以我這個 Mac電腦就很方便喔 我就直接選 我就不要再拖它了 它就丟到右邊去了 我這樣是不是有兩邊 沒錯吧 沒錯 好 你偷的時候是用兩根手指就對了 三個手指頭 追忍狀三個手指頭 三個 好 麻煩你看一下講義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 以前 以前你用追忍狀 你是要按下滑鼠的左鍵 去移動滑鼠 你這個手會受傷 為什麼 因為你手一直要按到它嘛 你要移動它 這不符合人體工學喔 如果你懂Mac它設計電腦 這個地方 這叫追忍狀 是不是 而且我的手就輕輕靠到桌上 我不要抬手腕 也不要抬手肘 因為這樣會受傷嘛 三個手指頭 你不要用力去壓滑鼠 各位仔細看喔 這兩個動作 壓滑鼠 去移動它 又要壓又要移動 這不符合人體工學 你不用壓它 你只是輕輕移動 我再講一次啊 把你的鼠標移到這個位置 然後三個手指頭 輕輕碰到它 輕輕移動 同時碰 要懂嗎 其實 你如果 懂 今天我講的道理 要拉那個鼠標 啊 要拉那個鼠標 鼠標上去 你就看不到它啊 這是因為我必須要講解 你必須要移動一個位置嘛 因為 你要去移動它的時候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去抓住 TITLE BAR TITLE BAR 聽懂嗎 你如果鼠標在這邊 你三個手指頭下去 它是移動這個 它不是移動它 所以你必須要把滑鼠先移到它來 一個手指頭 然後三個手指頭 同時放到它就移動 第一個手指頭是把它 放到那個TITLE BAR上 對 所以第一個手指頭輕輕動過去 所以這個動作很簡單 你看我手指頭都不抬起來啊 我要移動右邊這個對不對 我只要輕輕過來一點 有沒有 三個手指頭去移動 這個很方便 而且可以讓我很快的動作 有沒有 老師那個喔 如果一個鼠標動在TITLE BAR 用一個手指它也就會動 但是有什麼差別嗎 不會動 會動的意思是你要壓下去 這個是傳 我再講一下 以前你用Windows習慣 你是不是要按一下左鍵 用力按它去移動它 我說你不要了嘛 你是一個手肘按它 可是你整個手肘要移動位置嘛 你不用 你到了MAC DRAWD 不用按的動作 這個有差喔 各位你理解我今天再跟你講道理喔 你長時間要按下去的話 你手會受傷喔 尤其這麼大螢幕 你要移動這個很遠 所以我暫時建議你不要用帽子 因為你去用帽子 你這個習慣你就會搞混喔 尤其是Windows 要理解嗎 比如說我習慣用力壓它 我也是可以移動 可是不如用這樣 有什麼差 不用力嘛 好 我們再講一次 如果這個視窗 這個視窗喔 出現了 右邊有一個東西 黑黑的 有沒有 底下有一個東西 黑黑的 這什麼東西 各位都沒看到嗎 是不是黑黑的 這叫卷軸啊 卷軸啊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黑黑的 對 這個叫Score Bar嘛 請問Score Bar做什麼用 移動那個畫面 移動什麼畫面 對 它有左右跟上下 它有左右跟上下 左邊 右邊好了 右邊移動的時候代表什麼 上下 這代表什麼意思 來 Ada 這個移動啊 代表什麼意思 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啊 比如說我打開YouTube 是不是有個Score Bar在這邊 傳統的做法 我現在講傳統做法 我壓下去對不對 拉著它 你就沒有學到我剛剛教那一步啊 不是 你可以用Dray and Draw 三個手指頭 我再講一次啊 這邊 我先移過來 可以看到我不用壓啊 我是三個手指頭 有沒有 而且我也可以用兩個手指頭 我已經講三個動作啊 一個手指頭兩個手指頭三個手指頭 哪一個比較好用 三個三個 It's up to you 在我來講是兩個手指頭 我怎麼解釋 解釋給你 看喔 各位看一下 這個第二個小視窗 我有很多東西在上面 所以它這小視窗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以後還只有那麼小 它裡面很多東西 有沒有 這個動作以後每天 不是以後啊 各位每天都 是不是有個捲頭在旁邊 有沒有 我是不是剛剛可以拉的嗎 可是我用兩個手指頭就好了 來請問Erica 如果這個視窗到這邊對不對 我要看下面的東西怎麼辦 用三個指頭這樣搖上 錯 用兩個手指頭 喔 用 對 剛剛我們才學嘛 兩個手指頭 去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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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它有個動作啊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 以前是滾輪對不對 對 這個動作剛好相反喔 你是往下滾 可是這個動作就是往上推啊 跟滾輪是剛好相反 所以你不要用你的Windows去做這個動作 跟它有點相反 有沒有 我是不是看到下面了 那我要看上面的東西呢 那要往下滾 往下滾 往下滾 往下滾的意思 我剛剛講一個手指頭 兩個手指頭 三個手指頭都可以動 可是用兩個手指頭最方便 你看喔 有沒有 我可以慢慢看嘛 我也可以很快看 是不是走得很快 如果我要去拉它 你很難快 除非是年輕人 有沒有 可是我如果是這樣兩個手指頭 一推 它有慣性 它的輪子就像老虎機啊 直一再轉喔 如果你這個網頁有幾百頁 它一下就到底囉 所以兩個手指頭就很方便了 你都可以做 你可以拉著它 拉著它也可以用三個手指頭 千萬不要用以前那個一個手指頭這樣 好 這明白嗎 各位 你每天都要用這個 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都要上廁所 所以各位麻煩一下 各位去上廁所的時候 去做這個動作 練習一下 聽懂嗎 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上廁所要用嘛 有誰不用 所以你不要笑啊 我苦口婆心 我在講道理喔 所以你去上廁所的時候 你不只是衛生紙只要一小段嘛 你要好幾段你就用兩個手指頭去滑一下 它就很快就滾滾滾滾滾下來 這樣聽懂嗎 老師 可不可以請你demo一下那個查詢和資料偵測器這什麼 那個比較少用 那個是在特定的那個APP裡面 我們現在先講OS 那個東西各位先忽略 先忽略 好 然後呢 有些時候它出現的 這個視窗裡面喔 除了視窗本身的捲軸之外 它也會有小視窗 小的捲軸喔 聽懂嗎 所以 如果你去滑它的時候 它如果你的鼠標是在這裡面 它滑的是這個喔 不是滑這個喔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鼠標在哪 好 比如說我給各位一個例子好了 各位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比如說我每天早上 我都會去做一些查經的動作 我就是在這邊做 那我今天早上就想到說 各位可以用這個來 給各位來解釋一下 好 這個是 我每天自己做的聲音 可是我要教各位 當我打開這個小視窗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不是浮在上面 它是不是也有三個點 是不是可以聽到聲音 沒有聽到聲音 沒有聽到聲音 它講的沒錯 因為我還沒有play嘛 好 那我要play要怎麼做 好 這邊有三個箭頭 中間叫play嘛 可是我現在講的不是這個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一個小畫面 各位可以看到 有好幾個小箭頭 看到沒 這邊有好幾個小箭頭 請問這個 我們從第一個禮拜就講了 這三個小箭頭是什麼意思 展開 對展開 這就是展開意思 好 各位看一下 這是menu嘛 有沒有 今天幾月幾號 10月4號 11月4號 有沒有 時間 10點35分 好 我們時間快到了 我們要休息了 這邊是menu嘛 好 這是展開的意思啊 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想去展開的時候 這是創世紀 你可以看到 跑出這樣子 你說我要看後面 要聽後面怎麼辦 往下 怎麼往下 對 這就是你懂的這個道理 看到沒 是不是很快 如果你不懂 你要這樣子慢慢去 有沒有 或是上去 有沒有 有時候會跑掉了嘛 所以如果你懂得這個 去滑動它的時候 它卷軸出來了嘛 這個卷軸跟它的卷軸又不一樣喔 如果我出來這邊 這邊有它的卷軸 這邊有它的小視窗喔 所以這兩個視窗是不一樣的喔 各位是不是理解我意思 好 比如說展開 這邊有個卷軸 這邊有個卷軸 有沒有 好 比如說這個 你可以看到它被遮住了嘛 這邊有廣告對不對 可是不影響我啊 為什麼 因為我懂兩個手指頭 輕輕往上 這個很快就下去了 有沒有 很快很慢嘛 然後離開以後 我在動的時候 就整個螢幕在卷喔 因為滑鼠已經出來了喔 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的兩個手指頭 你在卷的時候 它這邊就開始跑了喔 可是你離開那個小視窗 當我在這個小視窗裡面的時候 我進去的時候 我先把它收起來 我展開之後 我就可以在這邊卷喔 有沒有 這意義是不一樣的嘛 聽懂我這個意思嗎 所以 它外面有個卷軸 這邊裡面也有可能有個卷軸 所以你的滑鼠如果在這邊 你這樣動 它會在這邊卷 如果你不小心出來這邊卷 是這個在卷 或是這個在卷 這理解嗎 好 然後我們再趕快講一下桌面 我們剛剛講除了Menu Testard之外 你還可以用四個手指頭 有沒有 Mission Control 來練一下 Mission Control 來 莊老師幫我們練一下 就是那個指揮中心嘛 是不是 對 練一下 指揮中心 Ctrl Center 四隻手指向上滑動 打開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 好 我現在把我這個指揮中心打開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產生這個動作 有沒有 就會有桌面一桌面二跑出來 你再講一次 怎麼做 指揮中心 Control Center 指示跟手指向上滑動 打開指揮中心 各位仔細看 不管我在任何狀況 我想要去切換這些畫面的時候 而且有時候 我可能十幾個Windows打開 而且有可能好幾個Desktop 怎麼做 四個手指頭 四個手指頭 我剛剛是三個手指頭 所以它變 兩個手指頭 三個手指頭是不一樣 我現在用四個手指頭 重點 訣竅是什麼 訣竅是什麼 四個手指頭從時觸控 這個做久就知道 你一個手指頭 兩個手指頭 你不能這樣做 你要四個手指頭輕輕放上去 各位可以看到 是跑出一個Desktop 如果它有好幾個 有沒有 我再加一個可不可以 再加 點它 有沒有 Desktop 1 2 3 有沒有 它就有好幾個 而且它可以把這些視窗 鋪開 鋪開了 鋪開了 是什麼意思 因為它本來 藏在後面嘛 你雖然知道這面好幾個點 可能有十幾個點 可是你一次看不到 所以就要用 明顯控制 四個手指頭 上去 有沒有 我現在又打開了一個 有沒有 你可以把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你上課的東西 放這邊 比如說你聽歌 看影片 有不同的視窗 不同的桌面 所以我才說 Desktop 有沒有 S喔 好幾個 可是平常你看不到 怎麼樣才看得到 用手指頭 Mission Control 那怎麼做Mission Control 手指向上 四個手指向上 或者是有一個Key也可以 對 你可以用那個Key 我講義上有寫嘛 那個英文的補充資料 那我們現在學這個 四個手指頭 往下又回來 往上 各位可以看到 而且它有程度不一樣 程度不一樣是什麼意思 大小 對 你可以看到這個螢幕這麼大對不對 我這樣子放上去 有沒有 我走一半嘛 我是不是在觸工板走一半 我繼續可以走上去 有沒有 它現在只有三個 如果十幾個它可以變得更小 可以做得很複雜 好 Stan老師 請說 這個英文Control Center 跟Mission Control 是一樣嗎 應該是一樣了 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那補充資料 它寫的不是很好 那是從Apple網站上來的 OK 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但是你現在要研究這個指法 是啊 好 剛剛那上面的那幾個Windows 不是Windows Desta Desta 對 上面的那幾個沒有下來 什麼叫Desta 下來了是Windows Desta是後面這一塊才叫Desta 你不要把他搞錯喔 所以這個名稱是不一樣的 我為什麼剛剛一介紹 Windows沒有出來的時候 你只能看到什麼 Desta嘛 然後我特別強調是S 為什麼 因為他有隱藏在後面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看到Desta1 Desta2 譬如說我現在點Desta2 我就點它 它是不是打開Desta2 這不是Windows喔 你不要搞錯 Windows是這個 所以上面那是Desta 裡面有在那個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某些App 或Windows 放在某些Desta裡面 Desta是一些組合 一個籃子 你可以把很多東西放進去 你打開某一個Desta 好 那我怎麼叫出第三個Desta 四個手指頭 有沒有 這裡面沒有東西了嘛 可是我要叫出來啊 移過來 我可以把一些東西放上來 譬如說我在這邊打開 在這個Desta3 我打開Text Message 我剛剛講了嘛 譬如說第一個Desta 你可以做你工作的 第二個Testa Entertainment 第三個比如說 那樣 所以有不同的Desta 可以有三個籃子 怎麼做就是靠這樣 四個手指頭 好 那我回到第一個Desta 然後我在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三個視像是開的喔 在這個Desta裡面 這個裡面有一個 為什麼 我在這邊可以看到嗎 這個是空的桌面 這是有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Preview Preview是這個檔案 是不是清清楚楚 但是你要懂 它這個觸控板非常好用 你只要輕輕上去 或是輕輕下來 你再看一次喔 我做得很輕鬆喔 這要練 這要練 所以一個手指頭 你移動這個 移動這個什麼 對 然後去選擇 去Move它跟Slate 用力按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把字典叫出來 好 兩個手指頭 你可以去滑動它 有沒有 你也可以去Rotate它 你可以去推它 這樣推推推 好 三個手指頭 Drain Draw Rather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YouTube好了 我把這講完要下課 因為這很重要 剛剛那個Pointer 就是你要做那個 對 你說 說 我再聽嗎 剛剛要做那個 你那個Pointer 要放在哪裡 要做什麼東西 你要講做什麼東西 你可不可以用 你剛剛嘛 剛剛在做那個 這樣好 等一下等我把這講完 因為你問去問的不是很清楚 我現在講一下 如果你要看我的教學影片 要去哪邊找 YouTube YouTube 教學影片 影片 你只要打Mr.Stange 打進來之後 比如說這個是我禮拜天參加婚禮 我剛好Erica打電話來 現場不是很吵嗎 人家在開party 比如說點進來 你就可以去 記得按讚 比如說這個是 手機來處理我們生活中 所需要幾乎的 這是我的教學影片 還有我的生活 之後我是在2017年講的資訊安全講座 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有兩個手指頭 是不是很輕鬆 點一下 那我問一下 那我問一下 Mitch 你的家鄉是哪邊 家鄉 對 你從哪邊過來 台灣 台灣什麼地方 台中 彰化嘛對不對 彰化最有名字是什麼 肉丸 那我現在來示範一次 我的教學影片有教各位做 我點一下這個放大鏡 點進去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 你這個滑鼠 這個滑鼠就不是箭頭 它變成一個I 變成一個I 叫做各位可以看到 搜尋前面是不是有一個I 它就是一條線在散 這個叫做insert point insert point insert point 跟這個point有什麼不一樣 insert point insert point 就是你的電腦已經ready waiting for you to data entry 我在講一次 It's ready for you to data entry 有沒有 data entry是什麼意思 打字嘛 比如說 剛剛我們講說 彰化 罵完很有名 那我這邊要打罵完嘛 怎麼辦 動口不動手啊 有沒有 怎麼做 來 明啟怎麼做 放心可以打兩下 對然後咧 在講話 對講什麼 罵完 他也會聽台語 我台語很標準耶 這不吵不起我啊 蛤 那個語言有台語的嗎 等一下我把這講完 罵完的做法 有沒有 我是不是看到 有沒有 十二年前喔 我在台灣會館教我的學生 那時候Erica有來 可是後來他又離開了 這個是 各位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這個 影片出來 如果我要放到 比較大劇院模式 要怎麼做 這個嘛對不對 這個嘛對不對 還有什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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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的加大嘛 是不是 你看我直接按F11喔 對啊 對 它就不是Function Key喔 它是調大小聲嘛 有沒有 好各位仔細看喔 魔鬼藏在細節裡面啊 劇院模式 我上禮拜有講啊 這是文字嘛 後面有一個T 錯 這時候T你就直接按一下T 對 是不是 好我再講一次喔 譬如說這個 前螢幕是什麼 全螢幕後面是什麼 F嘛 我不用滑鼠 也不用觸控板 我直接再 滑鼠 好 如果要離開SK SK 有沒有 全螢幕F嘛 各位你要知道 Google做的東西都很好 他告訴你 後面有一個小括弧 他代表他的Hard Key喔 我再做一次 比如說在這邊 比如說在這邊 有個什麼 Mute嘛 請問我除了滑鼠 我還可以做什麼 怎麼做 怎麼按 我剛剛講啊 我可以按這個上面 有個Mute嘛 有沒有 可是 Google東西 他給我另外一個選擇 我按M 我為什麼知道按M 我 因為他這個Menu上 已經把他的Hard Key講出來了 我再按一次 好 比如說這個影片現在六分多 我想看比較後面怎麼看 我想要比如說看八分鐘 對啊 比如說看第四分鐘怎麼看 怎麼按 我們以前是不是要滑鼠去移過他 對不對 好我教各位一個Pepper喔 這個 有個百分比在上面 嗯 比如說想看後面第五分鐘 我就按九 按九 什麼意思 百分之九十 哦 好 比如說我想看前面兩分鐘 我按二 按五 按五 按五是什麼意思 一半嘛 各位都不懂啊 這個每天在看YouTube都不懂啊 好我再講一次啊 如果我要跳快 我可以去拉著他 對不對 可是我們剛剛講 我們要用Joy and draw 對不對 嗯 各位仔細細看啊 我以前是不是要按著他 嗯 我現在要怎麼做 三個手指頭輕輕碰上去 不用按哦 我移過來之後 請問我是不是三個手指頭 我是不是三個手指頭 是不是 我是不是可以很快移動 是不是 這個動作叫什麼 Joy and draw 而且很輕鬆哦 我都沒有按下去的動作 為什麼這樣容易受傷 各位知道我意思嗎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那個 Fibble gateway 那個 各位看哦 比如說這邊在 在播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個 時間軸 有沒有看到 這是不是很小 我用Joy and draw 三個手指頭 輕輕拉拉 是不是很方便 不用壓 所以 當你用力壓的時候 你手容易受傷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一定要練Joy and draw 這很方便 以後我們要拖檔案 從假視窗拖到 好 假設我們這邊 好我們把他管掉 假設啊 各位看哦 我這邊有一個 這個B4窗 有一張照片 有一張照片 我要把這個照片移過來 怎麼做 Joy and draw 怎麼做 三隻手 三隻手指頭 不是三隻手 你有三隻手嗎 三個手指頭 左邊 去選到他 選到他 移過來 這麼簡單 你也可以用Copy and Pass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要請莊老師來支撐 三月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我們常用的快捷鍵有沒有 我們上禮拜有講了螢幕截圖對不對 對 怎麼做 comment加shift加3或4 對或是4 然後螢幕錄影咧 1 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哦 再往下 comment加w咧 就是window啊 關閉window 有沒有 這回去練一下 好 下面這個都練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頁 Mac電腦 是管理視窗或視窗管理 第三章 有沒有我們現在講第三章 有沒有 找到沒 找到了 我們練一下好了 這個是什麼 第一關閉 放大最小化 常用按鈕在左上角 Mac的桌面視窗其全螢幕最小化 關閉按鈕與window相反 是在左上角 其中紅色代表關閉 紅色代表最小化 將視窗說至 綠色代表全螢幕 這裡的全螢幕與window有較大不同 它是新增一個橫向桌面 來展示當前視窗 最後可以透過 Ctrl加左右鍵來切換視窗 如果只是想放大的話 可將滑鼠搭到視窗邊緣 手動伸縮 好 謝謝 最後一句話 在視窗的邊緣 視窗邊緣 怎麼做 就是剛才你有三隻手 不是 視窗邊緣怎麼做 就是那個 我們第一個禮拜要講過 轉動 比如說我們現在 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視窗邊緣 是不是出現雙箭頭 這不是單箭頭喔 我如果要往右上角 把它拉大 按下去 往右上角移動 你幹嘛移走 好 再講一次 我已經一般移過來 按下去移動 我講中文講那麼爛嗎 按下去再移動 你不是移動再按下去 這就是這句話意思 我是不是可以把視窗放大縮小 這第一個禮拜講過了嗎 剛剛念那一段你理不理解 這個知道嗎 你會不會做 應該會吧 這樣不行喔 所以表示你不會做 所以你回去 你之前預習的時候 如果你看不懂你要講 如果你看懂你不會做 你要來這邊上課的時候 要老師要教 好不好 這樣理解嗎 好我來念好了 這樣比較快 第三 切換視窗 切換視窗 只要用command tab 就可以來切換 各位 我們現在 在中老師這邊 開了二 四 六 七個視窗 有沒有 開了七個視窗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些開了視窗做切換 因為我們上網路課程的時候 很重要就要切換視窗 怎麼做 那個 再加那個command 切換視窗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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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切換視窗怎麼做 各位一定要思考一下 切換視窗怎麼做 command tab 切換視窗怎麼做 command tab 除了command tab 還可以做什麼 來 光老師注意聽 我現在開始講動作 你在做 除了command tab之外 還可以做什麼 你就用滑鼠去點 你的dack就好了 好 我再講一次 你除了show cut之外 你是不是滑鼠去點就切換了 好 比如說這邊 這個也沒拍電影 有 有問題 沒有安全感 對不對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的電視機的關係 它下面那個黑點沒有看到 你告訴我有幾個黑點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 請問你 你現在畫面有line嗎 還有你可不可以用滑鼠去點一下你的google com 就是直接點這個就好了 是不是 對 它是不是就切換視窗 是 這樣懂嗎 比如說我現在要切回line 去點line 所以最好不要把這個隱藏起來 大概隱藏起來 你就要到下面它才叫出來 所以你要去設定去 老師 那它自己隱藏起來 你要去設定那邊去google 那個大可那邊 不要讓它隱藏起來 這我們交過了 上禮拜有交 各位上禮拜有交 我再做一次喔 從你的apple進來 system menu system frequency 然後到大可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automatic high 有沒有 好 那它沒有把它打勾 它不會隱藏 可是它放到全螢幕的時候 它就把上下給擠掉了 所以 不要放到全螢幕的話它就會在 要理解嗎 好 那我們去 我們去教各位一個petboard 就是用hard key 請 我們莊老師來示範一下 各位看一下它手指頭 看它手指頭 用hard key 不是用trap pad 不是用trap pad 莊老師我現在講的動作你在做 拜託你要聽我的指令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trap pad是什麼 對不起 我們現在用trap pad 這個 不是不用trap pad 用你的trap pad 用你的trap 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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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們有時候聽了 你已經是講hard key 我們會 你想不起來 沒關係 不懂你要問嘛 有時候我也會 好沒關係 不懂 不懂 沒有關係你要問 沒關係 因為 各位我為什麼叫他 叫你們不要看你的動作 要看他的動作 我在講一次 我們現在上的課 是為了要上網課 我現在叫他 這樣動作 是希望他 上網課的時候 我講什麼他就是會做什麼 可是 他不會做的時候 我現在可以糾正他 上網課的時候 我可以糾正了嗎 糾正不了嘛 我再講一次 我叫他按hard key 對不對 就是組合鍵 他就在弄這個 就不對了嘛 對 所以我就在講一次嘛 所以各位要聽懂我講的話 我們現在看他的動作 各位暫定你的動作 看他的動作 好 你首先放下 我現在如果在line上面 下禮拜就要做囉 下禮拜分組之後 我們在不同地方 就要開啟視訊會議 來 開啟視訊 請你用視訊打開 視訊 這個啊 這個啊 這個 好 用視訊 OK 確定 他的網路不穩定 所以各位 我們下禮拜 看如果網路不穩定 就是一個issue喔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那個 好 網路連線不穩定 那沒有關係 我們先不動他 來 莊老師 請注意聽啊 我要不要再設一下 不用 好 好 我們現在來做 視窗切換 對 視窗切換 除了我剛剛講 你去點他之外 你可以用你的 下面 組合鍵 組合鍵 command tab 那我現在要選哪一個 你要 好 來 莊老師 你在做的時候要 講出你的動作 我現在用我的手去按 command 鍵欄的command 跟tab 我是不是要輕輕按啊 他怎麼跑得那麼快 好 各位看一下啊 他的很敏感啊 當你按下去的時候 不放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在跳 你按一下 各位注意看啊 所以這個動作非常不熟 各位仔細看啊 我這樣會打到大家 各位看我的畫面 你可以站起來 我已經坐位 所以我們 將各位之後 要講道理 這個 我按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動作 我剛剛是示範這個 剛剛在這邊 我現在示範鍵盤 我按下去的時候 我的左手 如果你看到你要站起來 各位你先不要多動作 你要看我的動作 我還沒講完 我按下去的時候 我按下去的時候 如果我一直不放手啊 他就一直在切換喔 因為他這個很敏感很強喔 各位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跑嘛 跑什麼 各位仔細看喔 他是不是一直在跑 所以我按的時候 我用點放 點放 這樣懂嗎 如果當過兵就知道嘛 機關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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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看喔 這是一個Peple喔 我是不是在切換 我是不是在切換 好 上網課的時候 我叫你切換 你就要做到這個動作喔 像莊老師這個是 可以 像機關槍喔 他連放喔 有沒有 連放 一路跑到底喔 就連切換 沒有 各位仔細看 他在選擇 還沒有真正切換喔 好 比如說我到了Google Chrome 放掉就切換 我再講一次喔 我按下去 點放 比如說我看郵件 他就到郵件 我要回到Line 放掉 我再做一次喔 Google Chrome 我是不是很快切換 Text 有沒有 我現在去看Text 看郵件 看Note 看講義 有沒有 各位 你要練習像 看Finder 你不要一直壓下去 尤其你的電腦是像這麼強喔 他就一直在跑喔 你換不了 所以你要用點放 各位 我再看 看我一下喔 我的拇指壓到Command 點不放 食指去點Tap 點喔 聽懂我講中文嗎 這個不放 這個再點 我再做一次喔 Command 按下去 喔 不是兩個一直同時按下去喔 好 比如說他現在這樣子走 是不是往右走 那如果我錯過了 比如說 我現在走到這邊對不對 我想回頭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繞一圈 對不對 這時候有個PayPal啊 你按下Shift 按下Shift 它就回頭囉 各位仔細看喔 我在 按Shift 聽懂嗎 上禮拜同學講說 向上鍵 我們要用標準用語喔 不要講向上鍵 我知道你懂啦 可是你要知道Shift是什麼 按下Command跟Shift 各位它是不是回頭走了 我放掉Shift 我放掉Shift喔 它是往右走 老師要按三正 我按下Shift 你看我的手指都靈活 我用一個手指頭 這要練習 有沒有回頭 我這樣走走走走 我發現我要回頭 我的Shift就按下去 它又回頭 所以這時候就變成三隻了 對不對 對 但是你如果不想要 像我這樣子偷懶的話 你就再走一圈就回頭啦 有沒有它一直在輪嘛 只是我教各位一個PayPal 以後有很多動作 你會按下Shift 它就會做一個相反的動作 所以各位要去體會一下 好 當我們在做網路課程的時候 你在 比如說做螢幕分享 你要常常去切換視窗 我們這一年多來的時候 大家不管是Windows 不管是Mac 都不會切換視窗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上課了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 你為了要講這個 我剛剛是拿那個板子給你看 有DeskTile 有Windows 有控制鈕 有沒有 這都是基本的東西 好 這樣了解嗎 來請坐 請把提問單叫出來 好 等一下我好像還沒講完 我每次只能講一部分 好 來你坐好 你坐好 坐正坐正 把提問單叫出來 好 各位 各位我們還有講一個 關閉應用程式 下面 剛剛是切換四搜 第四點 關閉應用程式 就按Connect Q 各位看一下 假如 各位看一下 我在切換的時候 然後切換的時候 譬如說這個郵件 對不對 我已經到車場 我現在是不是在Google com 我再做一次 譬如說我到 Line這邊 我到Line這邊 對不對 想說我要去看Google com 我是不是直接去看Google com 然後我發覺我有些東西 不想要 我就把它關掉 我在轉的時候 我不用打開 我直接按Q 我這時候Connect 你再講 那不是Connect 你再加Q 不要 我就把它講完好了 我現在在講第四點 各位可以看到 我又把它圈起來 各位先不要開講義 看我這邊做動作 按下Connect 加上Tap 它是在切換 切換的時候 我不用直接過去 比如說我想把它No 關掉 怎麼做 我的手指都沒有晃喔 你可以站起來 我的手指都沒有晃對不對 我直接從Tap 食指移到Q 各位可以看到 我移到Q 它就關了 有沒有 但是唯一不能關的 就是Finder 我到了Finder 對不對 我按Q Finder是關不了的 為什麼 總管 對 那我再過來 比如說我要把郵件關掉 我移到郵件我沒有開喔 我沒有直接切過去嘛 如果我切過去 我就放掉它 它就切過去了 好 我這個關不了 但是我到郵件 我按下Q的時候 各位仔細看 我的拇指頭沒有放手 我直接移到 食指移到Q 它是不是關掉了 所以只要螢幕切換 螢幕還有你的視窗關閉 就是靠這個手指頭去按一下 comment tap 好我再去關一個 比如說我要把獎益關掉 我就按Q 它就關掉了 比如說我把簡訊關掉 按下Q 它就關了 有沒有 我按太快 兩個Q就 兩個都關掉了 要理解嗎 就是 我現在 好謝謝 所以comment的最重要 根本就不要放 不是 看場合 不是因為 重要它不要放 而是你想做順手才不用放 跟重不重要沒有關係 comment就是一個動作 一個動詞的意思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提問單 來 這個第一個問題就是請問老師 等一下等一下 你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可不可以先上課 你先做 你先看一下指針 你先看指針好嗎 這樣製造太多的 來 請各位看我們這邊 我們只剩下15分鐘 時間有限 浪費就沒有了 來 提問單請我們 請問 請問老師 configurable 制定的menu 該如何做 請老師示範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上次有講嘛 如果我 上次不是我們請Anny在這邊示範 把你的 游標移到左上 右上方 menu的右邊 是不是叫config 有沒有 記得嗎 我的menu 還是拿我的教具過來 導致 還是拿我的教具過來 還是拿我的教具過來 導致 好 我用menu那個網路 各位 是不是這邊有menu 有 這menu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apple menu 有沒有 我發一個蘋果 第二個是它的相對應的APP 你可以移上去嗎 它這邊因為電視機的關係 它看不到 然後左邊就是configurable 有沒有 所以你去點它的時候 你去點它的時候 它就會出來 我這邊沒有 電視機看不到 好 各位 我去點它的時候 這是它通知中心 好 所以你去點它的時候 它就會在上面 然後我們剛剛已經教各位嘛 你可以去按一下comment鍵 滑鼠去拉著它 drain and draw 它就可以怎麼 移動位置 移動位置 移動 對移動位置 這樣了解嗎 那 你可以到那個system preference裡面去做一些 來 做一些 調整 因為這邊看不到 所以我們把system preference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control center 還有什麼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在這邊去做 做調整 這個太多東西 各位要回去慢慢去試 好不好 這樣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 回到提問答 我再找system 不是我啦 好 往上 怯心 戶塗在哪邊 戶塗在下面 這裡 戶塗在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